1995年保利金Top Young歌唱大赛 邓广福拿下国语组冠军 1998年发行首张专辑 《想一天就可以想你到永远》 以不是帅哥但很会唱歌的头衔 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随着唱片业的不景气 音乐路也随之沉寂 不仅身材发福 还失去了明星光环 中年发福的他 声音是否也会跟着走样 不如从前那样的动人呢 再一点爱就会分身碎骨 醉入无尽的孤独 世界太冷酷 梦太脱入 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 风在哭 当我走到悬崖 停住 发觉泪也有外毒 生命太短暂的孤独 生命太短暂 头太轻紫 才让你让我爱到你 我无尽量的孤独 我无关爱落下何处 我祈求今生今世共独 天一世共独 天一关海赴 心如一片肚 连泪水都能灌溉 这幸福 你让我无尽量的孤独 我无尽量的孤独 我无尽我无尽 我无尽地 我无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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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音樂 嗯 聲音還是很好 謝謝 但是 都沒運動 對 最近 因為我老婆要生了 你老婆要生 這什麼理由啊 沒有 我覺得你的 你天生的那個嗓子 還有你唱歌的技巧 我覺得一直 我都一直覺得很好 謝謝 但是我今天看到你 我覺得你 那種中年發福的樣子 我覺得你自己要 要維持了 好 對啊 而且聽你唱歌 就是你聲音什麼 各方面都還是 還是疫情的鄧廣佛 對啊 但是我 我還是建議你 要把你自己整個的狀態 要趕快拉回來 好 因為這個比賽 會 你狀態好的話 會持續好幾個月 對 一直到最後的話 所以如果這幾個月 讓我們看到你的改變 越來越 回到越來越多 那個阿福的話 我肯定不會 就我希望說你 自己啊 不能因為你的名字 就變得中廣又發福 對 你要好好維持你的身材的保養 要不然的話 以你現在的外型唱 如果類似這樣的曲風 我覺得 因為我們會看到未來的可塑性 那這樣的可塑性 對消費者來講 接受度就會變得比較低 所以除了唱功以外 我覺得你在外型上面 你要好好調整一下 把它恢復到你的最佳狀態 好 謝謝 謝謝 其實我還蠻久沒有聽到蠻乾淨的聲音 其實這種聲音其實還蠻感動的 謝謝 如果你的爆發力可以持續出來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是很不錯的一種 但是天愛的聲音 破別十餘年之後 鄧廣佛再度踏入錄音室 歌聲雖然讓評審滿意 但走樣的外型 卻成為他最大的致命傷 當初我來錄專輯的時候 也是來這邊這個錄音室 也是紫歐老師幫我製作我的個人專輯 所以今天再見到他 我希望可以表現出我十二分的功力 就是讓他覺得我跟以前是一樣 至少歌聲上來講 雖然身材有點巴布 這個我會再努力 我的現在目標是八公斤 謝謝